詞曲 李宗盛 世界在這一刻停了 我被城市的夜色漸漸吞沒 忙碌的背後是什麼 該不是另一種冷漠 一個不能讓人暖和多久 一句話卻讓我永遠寂寞 快樂是心碎的前奏 但是我一定為你唱到最後 我沒有錯是你沒把我放開了手 你自由了 卻忘了叫我怎麼降落 以後呢 我拿走 漆黑的世界只有我 可是我 藏皇是錯 我沒有錯 雖然我心裡冷的發抖 我自由了 卻看不清楚我的以後 我不哭 我不想 我不說 我不躲 愛上你 我沒有錯 我甚麼時候 叫我去倒閉 叫我去吃 叫我去ál 氣 叫我去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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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肖琼 这位荆棘百花的双料影后 广受千万隐秘欢迎的明星 是什么原因 是他沦为一位杀害丈夫的凶手 在上海中级法院判决的前夕 广大影迷关心他命运的同时 无疑的也在思考这个问题 大时代的变化 经济的快速发展 给社会带来了一片阳光 但在阳光下面 也有着被覆盖的阴影 人们对金钱的追求 爱情的迷惘 是非的混淆 价值观的动摇与彷徨 是否这一切造成了肖琼的今日下场 而终极法院的审判 将决定他的命运 大汤 法院已经开庭了 快去吧 好 快去 结尾等我回来再录 好 好好 被告肖琼 被检察院起诉 故意杀人罪名 控方证人提出的证词 和有关的物证 经查数十 证明被告 有预谋杀人的动机 相反 辩方证人姚思丹和被告的 陈述及自辩 都不能证明 被告是正当防卫杀人 辩方提出的正当防卫 不能成立 所以本地宣判 被告人肖琼 故意杀人 罪名成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刑法 参处被告肖琼 死刑 妈 妈 妈 来 请坐 嗯 谢谢 我采访肖琼 已经有十多年了 想不到 出现了今天这种状况 她为什么要杀她的丈夫 为什么要放弃上诉 杰小姐 你是她朋友 你应该知道的比较多一点吧 嗯 杰小姐 余天均来大陆之前 我想你应该比较了解吧 我尽力而为吧 肖琼为什么在婚后短短的时间 就杀害她的亲夫 里面到底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 以及人际之间恩恩怨怨 我想应该从海峡对岸的台北开始吧 声音 启咯 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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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边 嗯 哦 余总经理 您总算来了 怎么样 今天可以签约了吗 余总经理 这份租赁合约呢 我详细跟您报告一下 签约人 恒通企业集团公司呢 就是本公司 点证甲方 您 赖经理 这份合约 我们总经理早就看过了 是是是 林秘书 这样吧 我把重点再说明一下 好 赖经理 慎重一点是对的 合约有三个重点 第一个是经营项目 顾经理已经向我说明过 你们租这个店面 是经营木材业 我想应该是卖家具吧 现在台北正流行 大陆的红木家具 这里是东区 消费能力是一流的 余总经理 你这是有眼光 睿智 赖经理 你很聪明 谢谢你的指教 哪里哪里 第二个重点是租金 三十万一个月 租约为五年 第三是甲乙双方 如果任何一方违约的话 只要赔赏对方一年的租金 也就是三百六十万 赖经理 原来的违约金 有这么高吗 是这样的 最近因为全球经济风暴 公司律师认为 赖经理 我们还没有开店 你就知道我们要关门吗 千万别误会 本公司没有这个意思 你们不是计划开连锁店吗 贵公司财大业大 其实这一项也用不到 合约吗 该有的应该摆进去 保障双方吧 我看是保障你们吧 我想这个违约金太高了 我们还要再研究一下 可以了 不要为难赖经理 签吧 我该签哪里 那好吧 余总说要签就签了 这里 我肯定是不错吗 再来 我肯定是不错 机会 固定是不错 解冠 隆 存在 果然不出我所料 你们这对狗男女 一个是我亲爱的丈夫 一个是我知心的朋友 你们还把我放在心上吗 你们把婚姻 友谊 都看成是什么了 你们为什么 要把你们的愉快 借住在我的透明上 老婆 不是我主动的 不是我 是她勾引我的 不是我 这一道就算了断我们之间的恩恩怨怨 停 很好 叽叽过去 派萧熊倒地 停 哎呀 小虫太好了太好了 拍的真是太好了 我都差点掉眼泪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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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感觉不好 咱们再来一条 哎呀 买好了 我还有事呢 明天见 烧工了 走吧 哎 关总 嘿 什么时候来的 嘿 来的怎么也不打个招呼啊 来了一会 不想打扰 怎么样 刚才那个箭头 这是一辈子都忘不了的吧 嘿嘿嘿 你忙 我有事先走了 哦 走吧 周静 别忘了 晚上吃饭地方见啊 好 我晓得了 我承认 这种表演 夸张 造作 令人作呕 你也不必这么生气嘛 你是在糟蹋你自己 这会让隐秘大失所望 哎呀 我又不是三岁小孩 在这个圈子也算老自卑的 做人有我自己的原则 其实这整部戏的来龙去脉 你也清楚啊 不都是为了取悦片商 银河心的市场吗 这种先天不足的东西啊 不会因为一场表演 而起死回生的 再说这种导演拍的戏啊 一百遍都是一样 那你干嘛还要接这部戏呢 你这话都说了一百遍了 你又不是不知道 整个电影市场的不景气 再说 现在开拍的戏 不都是大同小异啊 对我而言 选择很简单 要不就吸引 要不就接烂戏 那就吸引 谁能给人一种 积不择实的印象 说得轻巧 请你务实一点好不好 你不要老是 不识人间烟火的样子 不管怎么说 我做事 有我自己的道理 谢耳恭听 不必这么冷嘲热讽的 你有气 拿我当出气筒啊 我还有一肚子气 不知道往哪发呢 好了 想想今天晚上 该怎么办吧 那是你的圈子 我去干嘛 你是打定主意不去了 不去 所以你的便 开车 你干嘛 你的车你来开 我去你 我去那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不起 我们迟到了 没关系 大明星迟到是应该的 来 我给你介绍 这是我生意上的伙伴 钱志豪 钱老板 钱老板 幸会 对不起 我们迟到了 没关系 我们也是刚打完牌才过来的 谁赢 来 请 我一个人输 他们三个赢我一个 所以 李老板 我说 赌乃万恶深渊 所以千万千万 我知道了 千万千万不能赌 错 千万千万不能输 萧小姐 真幽默 你这一来气氛就不一样了 不过不管怎么说 你还是迟到了 先发三杯 来 三杯 不够吧 我看你干脆罚他三坛好了 哎呀呀 小小姐 你有这么好的酒量 不是我酒量好 周静的意思是说 三杯跟三坛对我来说都一样 反正都是醉 喝酒喝醉了就没有意思了 大家都是为了开心嘛 来 我敬大家这一杯 来 来 来 小小姐 你没喝完呢 钱老板 如果你想找人喝酒 找我周静啊 这位也是演员吗 哦 我忘了介绍了 这位是我们影视界的新人 周静 周小姐 哦 老钱 她也是一个有潜力的演员 周小姐 来 试镜 试镜 钱老板 既然你喜欢喝酒 那我先干为敬 诶 周静 钱老板 怎么样 那钱啊 见识到大陆姑娘的厉害了吧 对了 小熊啊 钱老板在香港有家建筑公司 我也投资了一些 盖了几栋房子 在下个月正式推出了 对不起 建筑的事情我们是外行 我只会拍电影 不知道关洛川 关导演的剧本和拍片计划 您看了觉得怎么样 哦 很抱歉 我没时间看呢 呃 不过 我请了几位内行的朋友 正在看剧本 不急嘛 呃 看来李老板 你对投资这部电影没什么兴趣啊 大家都知道 萧小姐是关导演给捧红的 而且呢 还得了奖 那部片子我看了五遍 不过现在时代变了 一切啊 要以商业挂帅 呃 这部戏是穷姐主演 怎么会没有票房呢 就算有票房 不过如果要赚钱的话 不容易啊 我懂你的意思 没关系 李老板 李老板 既然你没兴趣投资的话 你就不要名为其难了 不不不 话不是这么说 投资嘛 不是不可以 不过 要有个交换条件 哎 你把我们当成什么人了 啊 周小姐 你想到什么地方去了 钱老板的意思 是希望大家抽个空去趟香港 为他的房地产拍支广告 捡个彩 办机场促销活动 至于那部片子嘛 我们就决定投资 你觉得怎么样 只不过去趟香港 帮他们捡个彩 李董就投资你的电影 人口气为过嘛 我就是讨厌那帮爆发火 才大气粗 仗势欺人 我能忍 你就不能忍吗 何必低声下气 糟蹋人哥 停车 干嘛 你不停车 我就要跳车了 好好好 小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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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我的臭脾气又杀了你 你清高 你圣洁 你完美 可是这一年你有戏拍吗 妈老说 你人好有才华 只是没有机会 你不能老把自己 关在象牙塔里面做白日梦 看看这世界 这是个现实社会啊 这是个现实社会啊 我想 有才华 有才华 有报复 对电影 有使命感的导演 就因为她对电影的执着 深深的感动着我 我一直希望 能再演她的电影 小熊 小熊 我相信 你会洞山再起 我相信 观众会肯定你的能力 小熊 我相信 就像相信我自己 洛川 你就给自己一次机会吧 记住我的话 今天失忆没关系 希望在明天 洛川 明天会更好 这就是 这就是 这就是搞什么 赖经理 我们这里是办公大楼 你怎么可以把店面租给人家开棺材店呢 赖经理 现在整栋大楼的租户都在反弹 赖经理 你不叫他们马上停业的话 我们所有的租户 会发起集体罢租行动 你自己看着办好了 我知道 各位请放心 我是来协调的 赖经理 你是我们今天第一个贵客 欢迎光临 我没空跟你开玩笑 于老板 你怎么可以在这里开这种店呢 赖经理 这个店面是我花钱租的 我还做什么生意都可以 你这么问 太莫名其妙了 可是我们所定的租约 你可没说要开棺材店 这个我可以告你违约哦 赖经理 这份租约上写的 是我们成租这个店面 经营木材生意 你去摸摸看 有哪一幅不是木头做的 这不属于木材生意 对啊 赖经理 我们没有通关呢 请你看清楚 这不是木材是什么 于老板 你刚刚也听到他们怎么说的了 他们集体罢租 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就算我求求你 你们搬到别的地方去可以吗 你放心了 定金押金 我们会如数退还给你的 最多补偿你们一些装潢费 赖经理 我是个奉工守法的生意人 我合法租店 合法做生意 至于其他租户的反应 我管不着 我也不搬 你说不搬就不搬了 别忘了 这店面是我们的 我们随时有权把这里收回来 那就是你们要违约了 这个 不好意思啊赖经理 麻烦请你们老板 准备好违约金 雨先生 算你狠 我们总裁答应 赔偿你这笔违约金 你捡到了 你好姐 你现在做什么 看什么看 没看过美女啊 报告总裁 雨天君先生到了 欢迎 姚仙 久仰 刚才大小姐她 这里没你的事了 到人事事去拿兴趣 总裁 去啊 把门带上 去啊 请坐 谢谢 喝点酒吧 谢了 白天我不喝酒 我还以为你这种人 除了偷鸡摸狗之外 就只会吃喝嫖赌 今天我是来拿我该拿的违约赔偿金 不是来被你嘲笑的 对不起 看不出来 你这个年轻人这顿心还蛮强的 姚先生 你是靠头脑在做生意 我也是靠动脑筋在赚钱 谁都没有资格看不起谁 我没有看不起你 相反的 我还有点佩服你 对了 准备好了 这一次啊 我收点心服口服 这是三百六十万 谢谢 再见 余先生 不好意思 有没有时间我们再聊一下 我坦白告诉你 我身边的人多半都是庸才 其实我自认是博乐 可是千里马太少了 那你认为我是千里马吗 不不不 我暂时还很难下结论 你这个人呢 虽然有点旁门左道 不过所谓无商不接嘛 做生意有时候也需要有点旁门左道 你懂不懂贸易 我是府人大学夜间部商科毕业的 看来姚先生是要看我的毕业证书了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就麻烦你了 好 再见 等一下 大陆你熟吗 去过几次 还可以 好 来 好 妈 丁奶 我跟你说 我考上大学了 台北的府人大学哦 呃 什么呆巴 哥 爸 万金 我考上台北的府人大学了 真的 好棒啊 陶海人我们别陪你这了 把你留下了 爸 我已经说过很多次 我不愿意过陶海的日子 你不愿意过陶海的日子 你不愿意过陶海的日子 你也能做什么啊 所以 我要离开这里 你要离开这里 他要什么人把你老爸搭上去啊 万金啊 反正他也不喜欢念书 好啊千金别说了 我是不可能大英你去台北了 爸 你不能够决定我的前途 我有我的想法 要我一辈子待在这里 我不甘心 不甘心 是什么不甘心啊 因为他也没有出息了 你实在吗 我没有出息啊 大英本来就没有出息 你如果说话 你本来说话 你会打开 爸 有话慢慢说嘛 哥 不要再顶装罢了 赶快认个错嘛 我没有错 错的是你们 千金啊 我是来申请更改户籍地 还有更改名字的 先生 麻烦填一下这个表格 谢谢 谢谢光临 欢迎下次再来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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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小姐 又到天亮才下班啊 我告诉你 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哦 我昨天晚上做了两个外场 厉不厉害 又在K书啊 你看你 白天打工晚上上课 现在一大早又在K书 看到你我心就疼了 从明天开始别再去什么加油站打工了 专心念书 不打工哪有钱交学费啊 我供你念书啊 我辛苦一个晚上就够你一个月的开销了 我一个人辛苦就好 你就好好念书 哎 哎 天君啊 我们买了那辆车以后啊 还剩下十九万多哎 放心吧 只要我们三个努力的话 一千九百万都没问题 来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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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